因新冠肺炎的突发事件令工作量大增 团队的士气不足 最主要都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及对家人的影响 但随着工作上的适当安排 互相磨合 工作上循序漸进 最大化地保障了同事在场内的安全性 后来发现其实除了工作量的增加之外 病毒并未算可怕 由起初的压力占占地转化为在工作上的一种责任 其实在工作上只要有严格遵守公司政策 有佩戴合适的保护装备 定期消毒 互相监督提点 已经可以最大化保护同事的安全 我是担任一个监察员的角色 同事们需要佩戴相应的防护装备 例如口罩 头衫 保护衣 面罩等等 其次需要监察外来车队的工作情况 例如车辆的消毒 对外来人士的体温量度 场内的运作是否畅信 压恶的人手调配及安排等 车队离开前也需要进行消毒 确保不会将病毒带出社区 以保障各人的健康 这项工作很重要 作为一个把门人 我们有责任防止有额外的感染源出现 确保部门正常运作 对外界的影响减度最低 这一刻我想对全世界各地的同事说 新型冠状病毒看起来很惊人 实际上只要作出适当的安排 不论外出 工作 或者在任何的场所 紧守自己的本分 有适当的防范措施 也是对自己 对家人 同事 朋友负责 同事们共勉之